欢迎您走进大讲堂 我是曹一南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是继续请到了国防大学的教授金一南将军 请您呢跟我们再一次共同的回味 共同用史实来还原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欢迎您 新系国家安危 甘当盛世井中的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 是我国研究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领军人物 他研究的成果屡获殊荣 他撰写的文章冷峻犀利 他是守望国家安全的瞭望者 从三尺讲台到强国论坛 激发人们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的全新思考 我摘取了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斗争最复杂最艰巨 最艰难的这段时期 那么这一段时期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的走向 我们经常讲这是历史的选择 是人民的选择 我们知道在长征当中 红军不仅要同围追堵截自己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 而同时还要同我们党内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做着斗争 那么在红军长征的最后 在即将达到尾声的时候 我们的红军部队又遭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 又遭遇到了哪些百转千回的曲折经历呢 有请您 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分裂 那么当时主要就是张国焘 他凭借实力把实力因素带到党内争论中来 那么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 在未来的发展战略方向 到底是南南下还是北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这一次分裂呢 他给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造成的这个危险 就是父王的这个危险 有可能因此灭亡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朱德 他当时讲 他说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心情沉重 朱德在白色恐怖期间都觉得心情不像那么沉重 白色恐怖 敌人把我们包围了 屠杀我们的人 但我们的人还是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人分裂了 从内核中核心部分分裂了 朱德感觉到就前所未有的心情沉重 毛泽东呢 毛泽东带了一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也做了分散游击 甚至到白区工作的准备 就是做了队伍被打赛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准备 那么我们可以看张国焘 他当时分裂了以后 张国焘手中控制的实力有七个军 就是原来四方面军的四军 九军 三十军 三十一军 还有一方面军中的五军 三十二军 和他的四方面军一个三十三军 那么张国焘手中控制了七个军 八万多人 当时呢 毛泽东带领北上的只有呢 就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 七千人 七千人到了陕北之后呢 和这个 徐海东的部队会合 和红十五军团会合 那么徐海东的部队有六千人 加起来也就一万三千人 你这一万三千人 你从实力比的话 和张国焘手中掌握的七个军 八万人 差多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想见 当时张国焘这个优势是很大的 他的这种优势 手中掌握的七个军八万人 所以说这就是当时 这种分裂的严重态势 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中国宫中红军的命运 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所以当时这种严重的态势呢 不是像我们后来所描绘的 张国焘就是孤家寡人 张国焘就是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 我们讲情况不像我们后来 就是他后来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批判他 说的那么简单 当时这种情况是很严峻的 再加上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分裂了以后 很多具体的情况 中层干部和基层的官兵是不清楚的 因为真正的争论发生在高层 发生在政治局 发生在中国军委 那么中层和基层的干部 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并不知道 就给张国焘蒙蔽 相当的一批干部战士 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再加上我们前面讲了 张国焘本人的煽动能力 还是很强的 所以一四方面军分裂了以后 毛泽东带一方面军北上的时候 很快就召开了个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1日 北上的一三军团 到达甘肃境内的俄界 为克服张国焘分裂活动 所造成的危局 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致通过了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并将红一方面军主力 正编为工农红军 闪干支队 先行北上 俄界会议的召开 对确定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 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 胜利完成红军长征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个俄界会议就通过了 有关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那么张国焘他可不是在这等待 你们把一个 他就讲 你们把个帽子扣到我脑袋上 我不是等待的 在几乎以俄界会议的同时 张国焘也开会 张国焘在阿爸的一个喇嘛庙里面 他召开了一个川康省委的扩大会议 这个扩大会议上 会议场的外面就挂着横幅 横幅是什么呢 反对毛周张伯的北上逃跑 毛是毛泽东 周是周恩来 张是张文天 伯是伯伯 张国焘在那会议上首先讲话 率先攻击中央率军北上是逃跑主义 然后呢 因为朱德当时留在了红军总部 朱德留不成都留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面 张国焘完了就让朱德表态 说朱老总 总司令 你讲讲吗 你要表表态度吗 你对这个问题认识是怎么样的 是南下还是北上 你表表态 朱德呢 当时不紧不慢的讲 他在这会议上讲 他说我是参加政治局会议的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 就支持北上 他说我现在不能出尔反尔 那么朱德这个态度一出 参加会的人 就当时张国焘影响还是很大 支持他的人还是很多 会场一片 一片喧哗 就对着朱老总喊 好你拥护北上 你走 你现在就走 你留在这干什么呢 你现在就走 刘伯承站出来说 我们不能对朱老总这样 你从争论是争论 从最起码的礼节 他是我们军队的老总 以前是猪毛红军啊 你们不能这样 刘伯承劝解了 所有攻击矛徒对准 刘伯承去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当时这种争论 大家的这种情绪 很多人是不明真相的 不知道高层发生的 这种分歧的 他实质和原因是什么 所以被这个 一删过起来以后 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么呢 这种影响呢 他实际上呢 张国焘一看 他觉得支持他的人很多 拥有他的人也不少 他实际上 他就最后搞了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10月5号 他在琢磨雕 开了这样一会议 这个琢磨雕开的会议 叫高级干部会议 当然有四方面军 主要是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 同时也包括 留在四方面军 左路军中的 包括朱德啊 刘伯承这些 留在左路军里面的 这个原来一方面军的 高级干部 在这个会议上 张国焘是公开宣布 成立临时中央 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 当时情况是很严峻的 成立了临时中央 成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 还有中央政治局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事委员会 等等 张国焘自封为主席 还通过了一系列的组织条令 而且还做出了个处分的决定 这个处分的决定是什么呢 就决定 毛泽东 周恩来 博谷 洛普 应撤销工作 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 就在会上宣布啊 把毛泽东 周恩来 张文天 博谷 开除出党 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 并且下令通计 还下令通计了 里面还讲了 杨尚昆 叶剑英 因免职查办 那么这是很严重的 处分的决定 而且是完全通过撤销 开除 通计 查办 就是他这个张国焘 我们后来被称为伪中央 他的第二中央一成立 实际上就公开打出了 这个分裂的旗号 而张国焘让朱德表态 朱德当时讲句话 他说猪毛红军 猪毛红军 猪毛是一体 不但国内知道 世界都知道 他说呢 这个猪不能去反对毛 你让猪反对毛 我做不到 不论发生多么大的事情 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 他说大家要冷静 要找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可不能叫蒋介石 看我们的热闹 当时你想想在四方面军 这个着目标会议上 四方面军很多的官兵战士 就是这个情绪是很激昂的 那么呢 朱德在这个地方 在卓木雕会议上这个讲话 实际上呢 他这话又讲出了两条 最后一四方面军 最终合在一起了的 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和感情的基础 就是朱德讲的 再大的事 是我们红军内部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能让蒋介石 看我们的热闹 那么当时在卓木雕 这个会议上呢 实际上不仅仅是朱德 刘不成反对成立这样的 就说伪中央 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徐向前也不同意 徐向前呢 他对张国焘成立中央 然后把中央原来 就是中共中央 很多领导人开除 就是撤销职务 开除党籍 徐向前是颇不以为然 他后来就讲 他说呢 卓木雕会议来的这么突然 这个中央成立的这么突然 他说大家都傻了眼 他说他当时感到傻了眼 而且呢 他说会后 张国焘找他谈话 找徐向前谈话 徐向前就谈了这么一样 徐向前讲 说我们现在把中央 骂的一千不值 开除这个 处分那个 通缉那一个 他说这种做法 只能使亲者痛 仇者快 徐向前讲 即使中央有些做法不妥 我们也不能这样搞 他说现在弄成两个中央 如果被敌人知道了 怎么办 敌人会如何加以利用 那么呢 你像朱德的意见 刘伯承的意见 徐向前的意见 实际上对张国焘都发生一些作用 我们说对毛泽东来说 他们是很晚的时间才知道 卓木雕会议 张国焘另立中央 毛泽东这些人 那从搞革命开始 被通缉过多少次 被悬赏过多少次 那都是敌人的 敌人通缉他 悬赏他 五万大洋 悬赏毛泽东的人头 后来不断的往上加这个钱 但是被自己人悬赏 被自己人通缉 这是第一次 这前所未有的这种 就是我们说困境 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已经被张国焘他们通缉了 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争取这支队伍 毛泽东呢 后来就是在瓦耀堡 当时就是北上队伍 已经到达瓦耀堡以后 给四方面军制电 发电报 讲了三点 第一点呢 我们现在已经和红25军 就是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会合了 而且和刘志丹 领导的26军 27军也会合了 当然毛泽东这个电报里 它是软中带硬的 知道你成立了伪中央 但是我不提这个事情 我现在告诉你几个事 第一点 我们现在和红25 26 27军会合了 那么第二点 我们现在正在以国际 共产国际和白区恢复联系 然后第三点 日本人和蒋介石 现在都在污蔑中央式逃跑主义 脱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我们中央 请你们严重注意 就实际上就提醒 就你们不要跟日本人 不要跟蒋介石 不要跟脱派分子混在一起 他们都在攻击中央淘宝主义 你们也说中央淘宝主义 所以我们可以看 毛泽东发这个电报这三条 即使争取四方面军 也是软中带硬的 当时这种情况 张国焘看见了毛泽东这个电报 张国焘同一天就给毛泽东回了一个电报 说我们现在南下已经打开了川西的门户 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 说证明向南不利的胡说 那是错误的 双方都在展示自己的优势 毛泽东在展示我们在陕北的会师 我们与共产国际要打开联系 张国焘在展示 你看我南下 我南下的成果马上要成果越来越大 张国焘觉得他的人多枪多 他掌握了红军当时绝大多数的武装力量 他觉得他南下很有把握 那么当时的情况就很明显 如果中共中央不取得一种绝对的优势 张国焘根本不会回心转意 那么最严重的是到了 就是三五年的十二月五号 张国焘干脆就以党团中央的名义 就以中央的名义 直接给毛泽东 就是中共中央发报 他就讲了 这个电报来讲 此间以用党中央 少共中央 中央政府 中国军委 总司令部等名义 对外发表文件 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张国焘就电报上就直接命令 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 闪干政府和北陆军的名义 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当时分裂达到顶点 就是中共中央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 你们现在只能以党的北方局 闪干政府和北陆军的名义 不能再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了 这是我们说 分裂达到了 最终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破产 他为什么能够 就是他生事那么大 他最终破产了 我们说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条也是最关键的因素 就张国焘南下政策的失败 当然张国焘最初打出的南下政策 口号还是很吸引人的 他的口号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是大举南下打到天泉庐山吃大米 这很实际的事情 红军的战士 你不管怎么说 大多数都是南方人 打到天泉庐山吃大米 这一点对 大家的还是这种鼓舞还是不小的 所以说呢 最初张国焘的南下的 我们说他的政策是比较顺利的 当然为什么张国焘的南下比较顺利呢 我们说这有比较复杂的情况 就是刘湘 以刘湘邓齐侯等等为首的四川军阀 确实掉以轻心了 他没想到张国焘率领大部分力量 就七个军的力量 八百人突然间向南面压过来了 这是刘湘完全没有想到的 所以说他在川西的这个布防 就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所以张国焘刚开始往南打 打得很顺利 很快击溃了刘文辉 杨森 歼敌三千人 再接着再往南打 快到天泉庐山了 明山了 而且呢 当时的四方面军连续发动猛攻 避伤敌人一万多人 战果很大 而且呢就南下计划几近成功 打到天泉庐山吃大米几近实现 所以说呢 就是敌人没有醒过来 敌人以为红军都向北 突然之间红军的主要的力量 七个军的红军力量 八万多人向南押过来 川军措手不及 但是呢 经过了措手不及的这种 短时间的迷糊 和部队伤亡之后 醒过神来了 那又醒过神来以后 张国焘的南下 就碰见了挫折 这种挫折还是很大的 就是措手不及的刘湘 慢慢的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 调集兵力 调集他的重兵 刘湘的兵力 邓熙侯的 包括刘恩辉的 包括杨森的 这整顿他们的残部 全部都围上来了 而且当时呢 蒋介石也看出了形势的严重 蒋介石非常担心 南下的张国焘带的这个力量 出川西 占领四川平原 直接威胁成都 蒋介石命令薛月 带领周昏元 吴启卫两个组队 赶紧上去 要赌 结果这样 一下就形成这样一种合力 川军中央军的合力 川军中央军共同的对准 张国焘带领南下的红军上来了 而川军当初定立的作战原则 就是这样 如果红军借到 川军只是侧击 不倾力出击 不以红军对销 让红军礼颂出境 如果红军要经营四川 要占领四川 那就是要威胁到川军的老 地盘了 威胁到老本了 刘湘就讲 那就要不惜拼死一搏 鱼死网破 打到中期到后期 非常明显 川军的作战力越来越强 一个是他主力上来了 另外他知道你要在这经营四川了 绝对那不行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百仗战役的实力 1935年11月 关键的一场战斗 在明山东北的重镇百仗展开 起初战斗进展的相当顺利 但随着川军以优势兵力连续围攻百仗 红军攻势很快受挫 伤亡惨重 最后因子弹打光而不得不撤出战斗 百仗战役失利后 南下红军在敌人重兵压迫之下 处境极为被动 我们讲四方面军作战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但是川军是给你拼死一搏 后面的中央军也上来了 百仗这个战役 四方面军血战七天七夜 避伤敌人一万五千多人 但是我们看四方面军 自身伤亡了一万人 伤亡很大 百仗战役的失利 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 就是由成功转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张国焘的南下计划 出现了很大的挫折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川军 蒋军 就是几乎合为一股 这个时候 四方面军 当时时至冬天 冬天也来了 当时部队的棉衣没有着落 口粮不足 而且激战不停 连续作战 四方面军人数锐减 有八万人减为四万人 人数锐减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 我们说呢 他最终失败是什么呢 最终我们讲实践是检疫 真理唯一的标准 中央讲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他说南下是有出路的 结果南下 南下四方面军很短的时间之内 不到三个月的这个时间 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减为四万人 部队是遭受很大的损失 这个时候 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二个 张国焘被迫放弃 他这个伪中央的条件 就是呢 共产国际派的一个代表 叫张浩 到达了山北 张浩的原名叫林玉英 他是呢 赤色职工国际 派驻苏联的代表 就是当时呢 是他相当于工会 就是派驻这个莫斯科的代表 他从莫斯科回国 他是传达 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精神 和当时中共驻莫特代表团 所草拟的巴一宣言 他回来负责传达这两个文件 同时呢 携带有共产国际 交给中共中央的密码 他是负责这样 传达国际会议的文件 和传递密码的 他当时已到了陕北 结果到了陕北以后呢 毛泽东跟张浩谈 张浩能不能以这个身份出现 调解伊斯科的 这样的一个分裂的状态 让张国焘放弃他这个中央 因为张浩回国 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使命 就说呢 传达共产国际 对于张文天任命的追认 张文天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后 成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那么这个任命呢 而呢张国焘不承认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是非法的 你们这个改组是非法的 毛泽东说好 张浩 你回来就传达 共产国际 对张文天的这种追认 就实际上呢 间接的可以说明呢 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追认 因为从长征之前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 到那时候没有恢复 所以张浩回来以后呢 张浩给张国焘发的第一封电报 就开宗名义就讲 共产国际派过来 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那么呢 张浩在电报里又讲了 后来又发了这个电报说了 都是党内的争论 不要搞得太尖锐 我们可以组织北方局 上海局 广州局等等 可以搞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 但是一定要想办法 完成打内的统一 请张国焘加一考虑 那么呢 张浩在里面 在这个电报中提出了建议了 就说我们有的呢 可以直属中共中央 有的呢 可以直属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领导 那么呢 其实呢 张浩这个建议呢 是毛泽东张文天和张浩商量好的 给张国焘发出去的 就是说中央可以做个退缩 你张国焘取消伪中央 成为一个局 你这个局呢 也可以是中共中央职业领导 你觉得中共中央职业领导 不行你不服 那好 那共产国际领导你 共产国际就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 领导你 行不行 就是要取消这个中央 那么呢 张浩这个电报对张国焘是当头一把 我们讲就是中国 有句老号叫名不正言不顺 你这个正统的问题 张国焘成立了中央 他让中共中央 你们取消中央 我是中央 你这个中央是什么呢 你中央是 中共中央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任何组织变更 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背书 共产国际的批准 那张国焘你这么做 明显的没有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 而张浩 作为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来了以后 他传达国际的指示 这种权威 这种影响 毫无疑问是相当巨大的 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又面临的他南下政策碰壁 他思考了一段时间 他知道 共产国际这种正统啊 这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给张浩回了封电报 他讲了 他表示 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他不讲服从中共中央 他讲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是这种情况下 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到了三六年的一月 朱德给中央发了封电报 这是当时中央与张国焘的交涉来电 没有朱德签署的电报 全部是张国焘 朱德来了封电报 朱德来了封电报讲的 朱德致电张文天 讲现处革命新高涨 党集义德统一 以争取胜利 朱德在电报讲 党集义得到统一 现在应该统一了 朱德这个电报 实际上是什么 朱德要发电报 首先得经过张国焘的允许 张国焘不允许 他发电报是很难的 那么朱德允许 朱德这个电报 实际上也带有张国焘的 他这个默许的性质 就觉得现在党部某个统一 看来是不行了 南下政策也受阻 而共产国际代表也来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后来 在朱德这个电报之后 张浩作为国际的代表 又给张国焘发了封电报 这封电报 对张国焘来说 影响更加重大 张浩在这封电报里讲了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 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并认为中国党 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 除联共外属第一位 张浩所讲的 中国党中央 就是指毛泽东周恩来 博古张文天 这个中央 不是指张国焘在卓木雕 成立这个中央 那么呢 张浩在电报里讲 中国革命已成世界革命伟大因素 中国红军在事业上 有很高地位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胜利了 然后电报里讲了 凶处既成立西南局 直属中央代表团 就说你啊 你别成立中央了 你那地方你赶快改改成西南局 你不是中央改成西南局 你不愿意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 直属代表团 直属共产国际 就是说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直接领导 电报里还讲了 凶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议 可提交国际解决 就像我们今天讲 好像有国际法庭这样的问题 当然它这个意义不完全是这样 就说你以一四方面军的争端 你以中央的争端 如果说你对中央的决定不符的话 可以提交共产国际 裁决解决 那么这封电报对张高涛影响非常大 当时偏触西南一遇 张高涛本人消息也不灵通 那么张浩子 以国际的代表身份出现 给他这个电报 讲了中共中央现在这种优势 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承认 中共中央的影响 张浩子在电报里还专门讲了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已经胜利了 就你四方面军长征还没有完成 中央红军的长征已经胜利了 国际都承认的 那么这个影响非常大 张高涛在接到这个电报之后 他就给张浩发了封电报 就讲了 同意集谋党内统一 同意了 放弃中央 可以统一 但是张高涛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坚持 就说我可以成立西南局 但你中共中央 你必须降格 你是北方局 我们共同属 共产国际 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 我们谁也不是中央 张高涛采取这种方法 那么他还提出来了 中央的领导最好在白区 他就觉得 还像以前在上海那样比较好 不要在苏区 在苏区 他就觉得被毛泽东控制了 那么他说 如果在白区不行 那中央的领导最好设在莫斯科 他的所有的意思 就说还是不承认 毛泽东 周恩来 张文田 博古 还是不承认 但是他无疑往后退了很大一步 他同意取消中央成立西南局 就条件就是 中国中央 你们也要取消 实际上呢 张国焘呢 从这儿表现出了 他的这种 在军事受挫 和政治受挫 全面的这种影响情况下 他这种不得不做出的调整 实际上张国焘 你不要看他开始 好像节节胜利 他有很大的这种权威一样 其实他很不自信 他也知道 在卓木雕成立这个伪中央 他也内心也是打鼓的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国焘在取消中央之前 他首先被迫承认了一点 南下没有出路 这是实践证明的 南下搞不下去了 南下没有出路 看来只有北上 但他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就觉得南下的路子 看来是很难了 这时候呢 中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给四方面军发了个电报 提出了三个方案 就说三个方案 第一 就你们部队可以北上闪开 第二 就地发展 第三 南下 甚至转入云贵川 来电指出 第一为上侧 就北上为上侧 而呢 转向云贵川为下侧 中央这个电报以来 朱德 刘不成 那态度不用说 关键是陈昌浩 态度转过来了 徐昌贵 态度也早转过来了 就是 当时在四方面军的核心层 讨论的时候 朱德 刘伯承 陈昌浩 徐昌贵 都同意北上 张国焘只声一票 张国焘很尴尬 那时候他的领导层 都同意北上 因为当时这个军事实践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也只得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说看来现在南下不行 也只有北上了 那么特别是张浩的电报里面讲了 说玉帝啊 玉帝就是林玉英嘛 张浩的真名叫林玉英 说玉帝动身时 曾征得斯大林同意 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发展 并且不反对靠近苏联 那么这条也是很权威的消息 张浩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 那么到了中国 传达斯大林的指示 向西北发展 不反对靠近苏联 所以你这里外加工 所有的形势都证明南下没有出路 只有北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张国焘也被迫同意了 只有北上 那么这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得提一下陈昌浩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 最铁的一个支持者 我们前面讲了 陈昌浩也是在莫斯科留学的 他与张文天 博古都是在莫斯科的同学 他到了四方面军之后呢 他长期搞政治工作的 他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嘛 但是这个同志 他对军事很热衷 然后很投入 感觉也非常好 战场感觉非常好 他很快就指挥作战 就由一届书生 变成一个红军的 我们讲陈昌浩 也可以说是红军 一个比较优秀的指挥员 虽然是个正攻干部 指挥作战进入情况很快 而且呢 指挥过程中呢 决心果断 很有点指挥员的素质 这时候呢 陈昌浩的态度转变了 就是张浩对陈昌浩 如此巨大的影响 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 毛泽东当时主要想用 张浩影响张国涛 然后让张国涛取消 伪中央 结果没有想到 张浩的作用在哪里呢 给张国涛釜底抽薪了 张国涛最核心的骨干 陈昌浩 陈昌浩越来越不愿意 跟张国涛走 越来越不愿意听张国涛的话 是张国涛最大的不安 他觉得自己的基础在瓦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又出现了 就是说呢 是张国涛最后放弃中央的 第三个因素 就是二六军团的北上 二六军团 贺龙 肖克带领部队正在北上 马上要和四方面军会合 和四方面军会合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双方都没有把握 我们说的双方 一方面是张国涛这方面 另一方面是毛泽东这方面 都没有把握 张国涛呢 他就觉得贺龙 他跟贺龙早就认识 南昌起义的时候 贺龙是二十军的军长 张国涛是中央的特派代表 两个人在南昌起义就吵架 那么呢 张国涛就觉得贺龙上来 这把握不太有把握 那贺龙上来到底是什么态度 他同意我这个中央 还是支持那个中央 张国涛心里没有把握 毛泽东心里也没有把握 毛泽东心里之所以没有把握 当时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中央红军长期失去了 以二六军团的联系 以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 掌握在张国涛手里 所以他一直以二六军团 保持着联系 中央红军没有 那么当时呢 中央红军也很着急 当时呢 连续给张国涛发了几个电报 就说呢 以周恩来的这个身份 以周恩来的身份 给张国涛发了这个电报 周恩来这个电报讲呢 请将二六军团的密码 速告知 以便直接通报 就你们把二六军团的密码 告诉我们 张国涛能告诉吗 张国涛肯定不会的 张国涛回电 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 甚为明了 可以完全帮助他 误念 说你们就别操心了 就别关心了 这事由我们来照应就完了 周恩来 搁了几天又发封电报 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 以便联络通电 免误时间 二六军团联系 免误时间 张国涛对这电报 根本理都不理 不回电 因为他手中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中央以二六军团联系不上 他以二六军团能联系得上 当时中央一个很大的担心 就说我们以二六军团 以贺龙 肖克联系不上 他能够联系上 谁知道他跟贺龙 肖克都讲些什么 张国涛本身 煽动能力就很强 鼓动能力就很强 那么中央就很担心 二六军团 当时呢 二六军团到了以后 在金沙江以南 过不过金沙江 过江就要以四方面军会合 会不会合 中央心里没有底 所以说呢 中央最初是不想让二六军团 和四方面军会合的 所以说 在三六年的四月一号 张浩发了一封电报 毛泽东啊 周恩来 包括张文天 伯伍等共同中央商定的 这个意见 就是这个电报的内容 就是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 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 坚决不能同意 就是坚决不能同意 二六军团以四方面就会合 中央就担心 不知道他们以二六军团 用密码电报都讲了些什么 而且呢 如果说产生些错觉的话 二六军团一会合 那张国焘力量不是更大了吗 出于这个担心 那么我们说 张国焘也担心 张国焘怕他驾驭不住贺龙削克 毛泽东也担心 在这种双方都担心的情况之下呢 最有把握的是谁 朱德 朱德是连续促成 二六军团必须北上 必须与四方面军会合 朱德在这种表现这种绝大的自信 他这感觉 朱德的感觉是对的 朱德也留不成商量 就说我们现在太孤立了 朱德手中几乎没有部队 那么呢 在四方面军这个群体中呢 朱德连续提反对意见 但是很孤立 朱德就讲了 必须得把王震他们搞出来 把贺龙削克 任毕石 王震 他们上来就好办了 我们就不是 就不是这么孤立了 我们就能够在一起 我们就能商量了 我们力量就大了 他就想引入另外一个力量 张国焘就会变得 不像现在这么猖狂 朱德这个感觉很对 所以说呢 要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 完成四方面军和后来给了番号 是二方面军 二六军团组成了二方面军的会合 完全是朱德的主动 就是朱德讲的 我和刘伯成同志同意 他讲呢 过江不是中央的指示 是我们从中抓过来的 就促成了二六军团 以四方面军的会合 二六军团以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呢 张国焘做了很多的工作 送礼是一个工作 比如说王震就讲了 就是这个张国焘以来 就给王震送了四匹马 给王震戴高帽子 说你部队很能打 作战不错 打得勇敢等等 然后的话就讲 中央的北上逃跑 像我们现在成立了中央了 他们不是中央了 还在宣扬他这一套 张国焘这个还是很有鼓动性的 所以说呢 我们说不是 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 红二六军团就坚决的反对张国焘了 他还是有一个过程 比如说呢 六军团的总指挥萧克 萧克就回忆 他说以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合以后 他曾经盲目的相信 张国焘的追随者制造的舆论 他说一直到见了朱德总司令之后 朱德总司令向萧克介绍了情况 萧克才明白了 我们讲萧克是井冈山的老人呢 参加白衣南昌起义 参加湘南起义 长期的井冈山斗争中 这样一个过来的坚定的老同志 完全是中央数据过来的 那最初 张国焘及其追随者的一些意见 对萧克同志还是有影响的 可见当时这个也不是像说的这么简单 是非问题就那么清楚 那么所以说 做通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做工作就是 就是朱德 刘伯承苦口婆心 介绍了情况 尤其当时做通了贺龙的这个工作 贺龙因为当然做贺龙的工作 还比较容易一些 贺龙对张国焘本身就有看法 然后呢 朱德与贺龙常谈 与贺龙任命事长 谈了很长的这个时间 就是把这个中央的分裂 一次方面的分裂 原原本本都说了 都说出来了 所以说呢 最后会合的大会上 张国焘在上面发言 讲完话下来 贺龙在底下就跟他耳语了一句 耳语了一句 说国焘啊 我们还是要统一啊 说如果搞分裂的话 你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从这点来看呢 其实张国焘对贺龙 贺龙的部队虽然不多 但是张国焘对贺龙 还是有所畏惧的 后来这个朱德在回忆的时候 他也讲了说呢 贺龙上来以后 张国焘呢 也是感到 感到有些畏惧的 所以说所有的都证明 张国焘路线的错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国焘呢 他后来是不得不取消中央 他是没有办法的 从时我们现在可以看起来 这是多方面的工作 就是红军从分裂到弥合 是多方面的工作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当时没有朱德在内部 在四方面军内部 做大量的工作 朱德刘伯承做大量的工作 和会师之后 贺龙的坚定的态度 任毕石同志坚定的态度 和萧克 王震同志 这种坚定的态度 那么我们讲的 红军要最后达成统一 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所有的情况之下 加起来 张国焘就知道 他的中央搞不下去了 那么他当时还颇不放行 5月30号 他给张浩发这个电报 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电报几乎全是问号 我们说很少见一个电报 所有全是疑问句 这个电报什么呢 凶是否与国局经常通电 问号 国际代表团 如何代表中央职权 问号 有何指示 问号 对白区党如何领导 及发展情况 问号 对军事和政权机关 各种名义 军委 总司令部 总政 由何人负责 问号 何人行使职权 问号 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问号 我们说一封电报 全是问号 你看张国焘 内心 其实内心这种慌乱 和这种无敌 那么呢 他对于取消中央 第二中央之后的处境 他实际上是满腹的胡怡 我们说 这种历史的潮流 这种发展 这种必然的趋势 你逆这个趋势而动 你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的 那么呢 后来这个趋势呢 就是在6月6号 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中央 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 在共同的北上 越往北走 张国焘心里越没有底 越往北走心里 越没有底 那么 而且越往北走 张国焘越来越感觉到 他不能掌握四方面军了 而且呢 这时候 陈昌浩 已经完全被朱德所说服 在争论中 基本站在朱德一边 反对张国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国焘呢 他在那次开会的时候 他跟四方面军的几个 几个这个领导人物 包括徐昌前 他们都在那讲 徐昌前 李千年 他都在那讲 他说呢 我是不行了 我到陕北 准备做监狱 开除党籍 四方面军的事 就交给陈昌浩就搞去了 我们说 他说话都是哭了 眼泪都下来了 我们说呢 哭过之后的张国焘 已经感觉到了 那种谁也抵挡不住的历史洪流了 我们说这种 宫中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这种洪流 中央就讲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张国焘偏要南下 中央讲 我们的出路就在北上 张国焘不愿意 最后怎么样 最后还是只有不得不北上 我们说红军长征 那么多战斗 就战胜了多少敌人 最后党内发生分裂 导致一四方面军发生分裂 非常大的分裂 这个分裂也持续了一年 对这个中央红军来说 对我们这个革命胜利 当然这个影响还是很大 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那么 一直到了 就说三六年的十月 这个时候 陆陆续续的 我们说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 三六年的十月 红四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 他全部都上来 就说呢 一四方面军的 这种分裂 张国焘的伪中央的成立 由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 和二六军团的北上 再加上共产国际代表张浩 等等 这是正确的引导 那么使一四方面军分裂 最后的弥合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惠宁 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十月二十二日 红二方面军抵达惠宁 以东的兴隆镇 将台堡 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合 至此 红军三大主力 全部在甘肃惠宁胜利会师 从而也完成了震惊世界的 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英勇奋战的革命壮举 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军事史上 无与伦比的辉煌篇章 那么呢 我们在这点里面讲的 在完成 就是说 取消张国焘这个伪中央 完成一四方面军的弥合 这方面的工作里面 张浩是立了大功的 张浩呢 他呢 在党内有刚人之称 就是他在到苏联当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之前 在东北做地下工作中被抓住 日本人严刑拷打 他是宁死不屈 所以在党内有刚人之称 但是呢 因为在监狱里受了酷刑 整个身体弄坏了 所以张浩同志去世比较早 1942年6月在延安去世 张浩同志去世 毛泽东给他以最高的规格 葬礼 张浩同志去世的时候 毛泽东是亲自扶官 我们讲 我们上集就讲到了杨立三 同志去世 因为过草地 他抬周恩来的担甲 所以说1953年 杨立三去世 周恩来一定要给杨立三 抬他的棺材 所以说后来当张浩去世的时候 毛泽东是非常高规格的 追导会 而且毛泽东亲自出席 而且毛泽东是扶官 扶着林秋 安葬张浩 毛泽东给张浩非常高的待遇 那么呢 这是对张浩在完成 伊斯方面军的弥合方面 有功劳的一个很大的肯定 我们说红军这种长征 就是历经千难万险 我们经常讲凤凰涅槃 这种火焰不仅是外部这种 拙劣的这种考拙 还有内部的 我们说在分裂之初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样 张国焘八万力量 七个军 中央红军准备 毛泽东就带七千人 准备分散突围 准备打游击 准备到白区工作 这种严峻的形势 我们说一年一年的时间 整个转 证明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中央指出方向是正确的 而张国焘是错误 那么这是呢 攻农红军在这个基础上 最后完成了弥合 依次方面军从分裂到 讲述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 呈现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领略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教授 为我们精彩解读国际背景下的 中国革命光辉历程 运用战略思维 战略意识 评点那段辉煌的